本黨的一位賴石寶在立法院質詢時詢問 近日傳出駐美代表蕭美琴 將回台灣擔任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的副手 並由外交部長吳釗燮接棒駐美 來聽一下他的最新回應 沒有任何人跟我講說我的職位會有異動 是 做的 你自己覺得做得很好嗎 任內斷交最多的 有史以來外交部長斷交最多的就是 委員 如果這樣外交不可以廢掉了啦 因為都不跟外邦家國產生關係 跟那個非邦家國 可能你如果做總統 可能外交部可以廢掉 但是現在不會 我做總統你覺得第一個壞了啦 欸 絕對是這樣啦 這個斷交不是外交部長 就斷交部長 好意思記住 居然你會想嘛 可能跟我們社會大眾的 想法不太一樣了 吳釗燮連說三次 這是個謠言 並強調沒有人告知 他的職位會有異動 賴石寶反問 覺得自己做得好嗎 是有史以來斷交最多的外交部長 而吳釗燮嚴正駁斥 兩人在背巡時一來一往 甚至最後賴石寶還嘲諷 如果是這樣的話 外交部就可以廢掉了 因為並沒有和其他國家 產生新的邦交關係 不過吳釗燮也認為 這樣的說法並不合適